晚年周恩来 作者 高文谦 尾声 毛泽东有一条语路,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,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。 没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,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。 毛压制民众自发的盗州活动,触发了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总爆发,演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,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,敲响了文革的丧钟。 几个月后,毛便在忧病交加之中死去。 中国现代史,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。 周恩来的去世,立即给中国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。 噩耗传出,市面上用来制作黑纱,婉杖的黑布,很快便销售一空,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。 从党内军众的老干部,民主党派人士,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,大多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,而感到难过,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。 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动,设灵堂,带白花,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,则扶老邪幼,络绎不绝地前往天安门广场,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,抒发哀思,既是哭周恩来,哭国家,也是哭自己。 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,更是在无形之中,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。 社会上自文革以来,积去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,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,以道周、拥更、讨江、射茅的方式表现出来。 在周的遗体,纵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,北京百万人在凌冽的寒风中,肃立街头,哭送他的灵车,就凸显了这种社会情绪。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。 他对周恩来之死,一则以喜,一则以忧。 喜的是,周这个难缠的对手,终于不打自倒,先踏而去,为后事安排,去掉了一大块心病。 忧的是,周虽已死,却阴魂不散。 他在党,正,军中的根基很深,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跟他走的人,像邓小平,叶剑英这些人,都是周这条线上的人。 这批人一直对文革心存不满,总想翻案,现在竟然又拿死人压活人,打着道周的旗号,向中央施加压力,企图扭转批凳的大方向。 这是毛无法容忍的。 为此,毛泽东决定,让道周的活动降温,除了他本人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外,还在上面报送的一份动态反应上批了六个字——悼念虚。 复辟时,让毛远欣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,要求掌握好新闻宣传报道的口径。 根据毛的旨意,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,遂百般压缩有关道念活动的报道,并由中央下达种种禁令,压制民众自发的道周活动。 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,大陆官方一直在刻意遮掩,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,把他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,便没有安排的缘故。 而毛的腿,当时,确实已经走不动了。 事实上,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,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,由毛泽东本人做最后决定。 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,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。 只是建议,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。 为此,智商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,不仅准备好了轮椅。 而且连行走的路线,都已事先安排妥当,一直等到最后一刻,追悼大会,不得不推迟举行。 但是,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,只是送了一个公式的花圈,此外没有任何表示。 对于这一点,就连奉命写文章遮掩的张玉凤,都有点看不过去。 他在文章中用,须比暗示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的死讯后并没有落泪。 接着在继数毛泽越智商委员令送审报告的情况时,委婉地写道:"这个圆圈在人民心目中,它确实是弱了。 太弱了。 这一笔,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?" 其实,让张玉凤有难言之隐的是,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,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,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。 毛本来就对周在临死之前,极力挺瞪,一直耿耿于怀。 现在又见周的阴魂不散。 盗周活动,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瞪的幌子,更是让毛心里有气,憋了一肚子活。 在北京百万人上街哭颂周的临车后,毛很清楚这是冲着他本人而来的。 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棋子。 如果要深入批瞪的话,就一定要联系批周。 这正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。 当时,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,哪怕只是路易下面也好。 因为这样,有力做党内外的工作,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。 但是,毛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,还以颜色,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预留伏笔,执意拒绝到会,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。 据知情人说,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:"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。 有一批,不是小批,还是老的,都听周的。 拥护我,高护我万岁,是无奈的。 我明白,这一点我和总理的鸿沟,是没法弥补的。 这一点,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,私藏毛泽东,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,也可以得到印证。 这里紧照路易泽。 毛在1976年1月12日说:"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? 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吗?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是谁送给总理的? 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,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,不要勉强。 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。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,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,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。 甚至不许戴黑纱。 当然,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,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,还有带更多的档案材料,大白于天下。 鉴于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的公然挑战,毛泽东决定加紧批更,反击右倾翻案封和部署深厚的人士安排。 他知道,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,让人传话给张春桥,要他让一下。 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,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,主持中央日常工作,在政治上迷人眼目。 同时以生病为由,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音挂起来,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连处长军权。 事实上,毛泽东的这种安排,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。 为此,毛在把华服上来后,又特意向他交代,如有事,找江青,2月5日,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江,打招呼的讲话要点,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。 根据毛的部署,江青一杆人马十分迈进,不仅在批凳上充当急先锋,而且对毛准备批周的意图,也心领神会。 不断在所掌控的报刊上,释放冷箭,抛出各种的擅踩气球。 2月6日,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新华社,内部参考,编发了《香港万人》杂志上,攻击周恩来的文章。 其中专门提到,五豪等脱离共党启示,疑事。 而这正是周病重时,预感到,要被人做文章的题目。 3月5日,上海,文汇报,在转发新华社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,又把众所周知的周恩来,对雷锋的四句题词,全部删掉。 更有甚者,文汇报,随后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,要把被打倒的,至今不肯改毁的,走资派服上台这样的句子。 而这正是后来在天安门广场上,激起众怒的那位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,道破天际的中央都快表态了。 周总理,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隐晦说法。 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路,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。 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,枭雄一世,善于抛石头,整人且斗垮所有对手的毛人。 但也没有想到,这句话竟会意念到他自己身上,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。 本来,在周氏智丧期间,种种压制悼念活动的禁令,就已经犯了众目。 这回,文汇报,接连放出陆鼓的批周信号,更是激起了公愤。 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,像雪片一样飞来。 而自认为通天的张春桥,却有恃无恐,非但不思有所收敛。 反而还公然对文汇报慰问家家。 消息传出,人们一发怒不可遏。 3月上旬,南京市的各界群众,首先走上街头,声讨文汇报。 即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。 示威抗议活动,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,乃至首都北京,现场越来越大。 在4月4日清明节那天,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。 祭奠周恩来,并发表演说,张贴声讨习文,诗词,锋芒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,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,被指为现代秦始皇。 这种声势浩大,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,是自认为代表人民意志的毛泽东,从来也没有领教过的。 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,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。 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,文革派的几员大将,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。 人人喊打,靠搞群众运动起家,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,当然清楚,这意味着什么。 知道他的一世英明,已经彻底毁在这件事情上,而且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。 在这种情况下,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,可想而知,对周恩来不散的阴魂,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,更是怨恨难言,耿耿于怀。 这种心态,驱使毛一直到临死前,还在修改九篇文章。 准备在适当时机,抛出来批周。 更让毛泽东头疼的是,面对遍布全国的抗议活动,一时还难以动手谈压。 因为这是在道州的旗号下进行的。 而周恩来,毕竟是在政治上善终的,官方不便公开取缔,动其手来有诸多顾忌,以致坐视削米的良机,乱子越闹越大。 最后只好,以血染天安门广场来收场,暂时稳住了局势。 不过,毛生之大势已去,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,已经搞得天怒人怨,陷入四面楚歌之中,为此忧病交加,内心的恐惧挥之不去,梦魇缠身,时常在梦叫惊醒。 几个月后,毛便一命呜呼。 毛泽东之死,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狂暴恐怖的时代。 尽管毛的幽灵时至今日,仍在中国大陆的上空游荡徘徊。 不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,然而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 中国在告别了毛时代的乌托邦狂想,和以阶级斗争维刚治国以后,从此踏上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,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不归路。 而现代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转变,正是以周恩来之死为契机,拉开序幕的。 后继! 本书的写作,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,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,给它画上句号。 我曾在中共的体制内待过,年纪轻轻,便进入不一级的领导班子,整天泡在卷制浩凡的档案堆里,为官方修史,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,传记。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,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。 当时,我和另外两个党务委员,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,一道带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机关干部,上届游行,声援学生,并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。 要求倾听民众呼声,肯定八九爱国民主运动,并从最高领导人做起,诚挚腐败,推进政治改革。 在六四屠城后,我成了所在单位清查的重点,遭到整肃。 应该说,单位的领导,还是想尽量,保我过关的,在清查中,替我遮掩一些,过激的言论,在组织上从轻处理,并继续让我担任官方,毛泽东传,和周恩来传,文革部分的执笔人。 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,继续为党的文献,研究事业,做出贡献。 然而,挨莫大于心思。 六四图称谢谢的事实,让我无法再认同,这样一个,为了一党之私利,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韦的政权。 与历次运动中,落难挨症的老一辈相比。 对我的处理,实在已经很宽大了。 但我的良心,却让我无法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。 继续充当官方御用的学者,做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。 在六四后的清查中,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思过,一边写检讨,一边开始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。 思考文革浩劫和六四镇压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。 我决意不再为心说谎,或者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。 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,以史为鉴,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。 写书的念头,最初就起于这个时候。 到海外后,我获得了自由写作的条件。 经一位学界前辈的推荐,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,给我提供了最初研究写作的条件。 我的心愿虽得以实现。 文革史和周恩来研究,是我的本行。 但由于文革研究在大陆,一直是政治上的禁区。 而周恩来,又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。 所以,当年只能写些奉命文章,身为不能畅言所苦。 为此。 我选择了《晚年周恩来》作为题目,把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整理出来,对国人有所交代。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。 其一,重新评价周恩来,包吊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,还其历史本来面目。 其二,揭露大陆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,以及高层政治的荒谬,黑暗和凶险,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一,皇权专制主义。 实际上,周本人既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,也是这种政治的受害者。 以期引起海内外学术界,乃至大陆民众,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关注,检讨反思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,推动大陆自文革后,换汤不换药的政治体制改革。 然而动手斜起来,却并非意识。 因为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,在不同场台有着不同的面孔,且又处在文革大动荡的年代,头绪繁多,无一把握。 而且需要考赞辨析各种对立的材料和观点,有所取舍,力求力论公道,既不会过,也不苛责,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 对我来说,还有一个向民间独立学者的角色转变的问题,需要与以往的思维定势作斗争。 在好事五载,历经艰难之后,晚年周恩来,一书终于问世了。 总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,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和嘱托。 我由衷感谢哈佛大学的傅高义,迈克法夸两位教授对本书写作的支持和指导。 王君涛先生和明镜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鼎力相助,以及家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我的鼓励和支持。 没有这些帮助,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不可想象的。 高文谦,2003年3月6日 如果你的鼎力相当得来 no,你想让我描述。 我们讀 kan同对待借品的简直。 如果你的鼎力相当得来,